就是在2010年的話 越南建立官員財產生泡制度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你要避免官員的貪污腐敗 要叫他們把財產全部公布 身家要公布 這台灣叫做陽光法案 那如果你把它藏到國外去 我們就不太知道了 但是至少你要做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陽光法案 就是財產貪在陽光下 然後2011年呢 越南簽署的一個叫聯合國反貪腐賄賂公約 在國會得到批准 反貪腐反賄賂 因為我說實在 那就是你像剛才講的 類似像開明專制這樣的一個制度 或是經營領導制度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之下 最大的缺點就是 如果這些人貪污腐敗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你速度要快 可是速度要快的中間 廠商是我指定 對不對 廠商我給誰做 我就給誰做 我這個標要給誰就給誰 那很容易就有一些貪污腐敗的問題出現 所以要簽署一個叫做 聯合國反貪腐賄賂公約 在2012年的時候呢 越南國會通過一個叫反腐败法 要求領導人幹部 個人財產要申報 然後呢 復科以上的幹部需要公布個人財產 內容包含房地產海外資產喔 海外資產也要公布 不好查啦 但是海外資產就不好查 有時候你可能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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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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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XXXX群島啊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查不到 索隆門群打 你就不知道那是避稅天堂 個人帳戶跟其他的財務資料 都要一併的公開 那看到他們這樣一個努力 那你個人在越南 你覺得他們貪腐情況有很嚴重嗎 不好講 這樣不好說 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畢竟我不是他們那種高層官員 越南高層官員 但是我以越南生活經驗 平常遇到的一些實際的狀況 其實一些警察會拿一些紅包 或者是公安房的 當地的管理 會跟你拿一些紅包 明目區 錢不多 一兩千塊台幣的那種金額 小錢這樣 其實蠻長的 大家也都習以為常 大家也習以為常 也不會說大驚小怪我去告訴你 有點像我們台灣20年前這樣 因為我說實在的這個東西就是 你不太可能讓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 你可以瞬間讓它變很乾淨 那其實也是不太 除了說不可能之外 也是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通常就是這些的那個 所謂的官員們 他的薪水太低啊 你帳面薪水低 他當然要找一些所謂的 台面下的薪水金 台面下的薪水金 也許未來啦 此時此刻 這個 講所謂的咖啡錢啦 收咖啡錢的這個文化 還是有 還是非常的盛行 還是有啦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隨著經濟的發展 然後把這些 基層公務員的薪水調高 對 那調高之後 他們去收這個錢的那個 壓力就變小了 好那接下來一個 我要談論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看到一個就是說 2017年的11月6號 越南國會宣布廢除 施行40多年的戶籍制度 戶口戶籍制度 這個對於越南帶來 怎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先科普一下 什麼叫做戶口戶籍制度 在大陸的 大陸對岸那邊應該很 非常熟悉 因為他們的原因就是有 你是都市的戶籍 北上廣車 你才能夠住在那邊 然後買那邊的房子 然後那個在那邊工作 你其他的 這個省的人 你要進去那邊是不行的 理論上是不行的 就是你不能在那邊買房 你也不能在那邊就學 那你一定要那個戶口跟戶籍 才可以待在那個地方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 如果他貿然開放的話 是不是很多鄉村的 或是其他省的人 就會湧入這些所謂大都市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 所謂的拼命戶 就會出現 就很像那個什麼 巴西啊 那個 李約啊那些的 就是你看這城市 然後旁邊就是 就是所謂的拼命戶出現 那這樣子 他很難進行都市跟那個 非都市的人 這樣一個控管 很容易出現一些犯罪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教育資源就會被分走 那 目前為止還有這樣戶口戶籍制度 那越南呢 他在2017年 來廢除這個戶口戶籍制度 你覺得為什麼 然後他帶哪些影響 其實 越南政府他們實行這個戶口這個制度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要加強對人民的一個控制 對 因為這樣我政府就很清楚你哪裡的人在什麼地方 就知道了 你不能夠龍舌雜船這樣子 但是缺點就是你 人員這個人民的流動就不自由了 但是這幾年越南他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所以他其實比如說我一個鄉下來的一個人 我在城市工作以後 我賺了錢我也想要在城市買房子啊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不就限制了我們人民資產的自由嗎 我小孩子也想在城市驗書啊 而且還有就是我工廠我在大城市 我很多工人需要從鄉下去招聘啊 那我鄉下的戶籍我要來大城市工作 我要登記一個半天其實很麻煩 會影響到他招工的這個程序 跟流程 對的順利的程度啦 會比較麻煩啦 那所以其實越南他隨著這個經濟發展越來越進步 他也是想慢慢的放寬了這個戶口制度的限制這樣子 而且他其實越南他政府他現在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 他也是比較有信心 我這樣放鬆對人民的控制 我其實社會秩序不會有很大的違反 還是可控啊 他有信心我是可以控制這個 因為戶口制度他的確有他的一個原因 但是也會帶來人民比較多的不滿 對啊 因為我們這樣子人口流動就會很不自由 然後又會覺得說你把人給分等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人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要求跟壓力 其實還蠻正常的 還蠻正常的 那說不定有一天對岸也會廢除掉這個東西 但是一定要配套措施 因為我常常在講 你要做一個事情 你一定要配套措施 如果對岸放寬了這個制度 大家都跑去那個上海買房子 買得起的 房子本來就已經很貴了 再去買那更貴 那是全部都放寬的時候 啪 那不是突破天際 比紐約還貴的 所以說 貿然的廢除不太可能 我們不要做那種就是一步登天的事情 那比如說 就是在那個就是放寬的這個之後 是不是有帶動了非常大部分的那個房地產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我有看你那一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傑克那一集 他去越南的那個那種代銷公司 那個那個是銷售中心 銷售中心 這個很熟 我看到那個我就想像是台灣的預售屋 很像很像很像 幾乎就是那一套搬過去的那樣子 那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你覺得說就是放寬了之後 帶來哪些影響 房地產是不是飆升 其實他放寬那當然那個 那個量就出來了 支持房地產往上漲的那個動能 又更高了 但是其實越南房地產這幾年 真的是非常的兇 包括因為他自己越南人錢 也賺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他們經濟是真的蠻好的 我說在每年好像是7% GDP每年7%以上的速度往上升 不要算2020年 2020年 今年就會很慘 今年全世界都往上 但是他在2019年之前 他基本上每年都是7.8%這樣往上漲 所以他其實越南他自己本地 就有一批新星的一個中產階級 能夠去支持自己去買一個房子 對 然後再加上越南他政府對越南人他買房子又有一些優惠措施 所以我只要湊夠了頭期款我買房 然後我後續的那個銀行貸款的利息 利息很高 政府 然後社會主義出現 等到那個房子蓋好 我買預售屋 等到房子蓋好以後 你再去付 所以我等於 我只要準備了30%的頭期款 我就買得起那個房子 然後房子蓋好以後才開始要還 還利息 哇那真的不錯耶 真的很好 但是這個越南本地人啊 我們外國人買房就沒有這麼好的那個條件 外國人來就是要付 然後乖乖一起一起付 政府也不會補貼你利息這樣 補貼幹嘛 他房子需要 那買到的是房屋的所有權還是使用權 他都是地上權 都是地上權 反正土地都國有 他有分兩個 你可以 越南人可以買土地 這一集變成是房地產 越南人可以買土地 但是那個如果是公寓的話 apartment公寓的話 你就只有買所有權 50年吧 50年 但你可以續吧 可以續 中國好像也是這樣 那個對岸的話是70年 對 但是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對 然後就是你是買到這個房子的使用權這樣子 越南的話是當地人可以買房 可以買土地 當地人可以買土地 那我們外地人 外地人跟當地人都可以買那個apartment的那個使用權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又學到很多了 歡迎看我有一集的那個節目 特別講越南房地層的什麼 請大家多多訂閱 多多訂閱 如果你有想要聊什麼樣 有關於越南相關的一些投資理財 或者是當地的風土民情 政治經濟的狀況 也歡迎在我們底下留言 感謝Jack到我們那個節目上來 那我們今天的羅文好公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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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